今天有个老鞋发消息说他要爆料 我一看 有个饭店老板拿了醋酸香精对了老陈醋 我以为多猛的活呢 这都是入门的科技也很活啊 这个勾兑的陈醋和勾兑酱油 那都是业内心造不宣的事儿了 食用盐100克 小长粒味精50克 哎嘛头发吃光光 成为核干酸二纳五克 千万别整多了 这个是味精的好几十倍的威力呢 看着小西面 一看就不是一般泡啊 高农说酱油香精一小管 哎呀小伯赶上来了 纯纯的焦糖骰素50毫升 哎呀这去老黑啊 哎呀这黑啊 加入无温水800毫升 哎呀这水受得了哥们 小抱就有 哎呀飞哥你这个酱油 一点豆子黄豆没有 那能过表吗 那你往里兑点真酱油不就完事了吗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但是也差不多 那你飞哥这啥必须省呢 虾料必须猛啊 这个天然酱油没啥味儿 嗯但是挺咸的 来试试飞哥科技生抽啊 嗯啊 这还直冲天灵盖哥们 有的朋友可有疑问和焦虑了 哎呀飞哥那这酱油怎么区分呢 没法取分也符合标准 合理合法 你赶上了就得认 哈喽啊朋友们大家好 看我今天的工作台啊 热闹播全是瓶瓶罐罐 一会儿分别给大家展示啊 最近大家听说过海克斯科技没有 听说过科技语很活吗 听说过辛吉菲 东北这个绝命毒师吗 如果大家还没听说过 你们可真是咕噜寡闻了 赶紧去百度查一查 辛吉菲是一个东北小伙儿 他发布了很多视频 然后被大家称为东北的绝命毒师 他有600多万粉丝 但是因为接到了某阴的客服 对他的创作方向有质疑 于是他愤然就是注销了这个账号 但是现在在某手上还可以看到他的视频啊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就是自从看了他的视频以后 然后我就是看了一下我自己家的调料 这不是现在很少去饭店吃饭吗 人是就自己经常在自己家做嘛 这个视频的开头呢 然后特别声明一下就是 可能涉及到某些品牌的标 然后能挡的都挡住了 然后就是不针对任何品牌 就是没有任何广告 也没有对任何品牌有什么针对性 然后只是就事说事 就是说咱今天聊一下这个配料表 最近不是某天的酱油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吗 然后我就回家看了一下我曾经囤的这些 你看什么酱油啊香油啊 醋啊什么的 什么老臣醋 不针对品牌 我再说一次啊 来今天就是先来看一下毛海鲜酱油 海鲜酱油的配料表里边有水 飞转金银黄豆 小麦食用盐 然后后边白砂糖 然后就国安酸钠 然后什么核酸二钠 核甘酸二钠 本甲酸钠三绿什么糖 我不是绝命不识 话学学的不打理 只是一个 这是某品牌的好友 这里边有水盐 好汁食用盐 国安酸钠 二淀粉零酸汁 焦糖色 柠檬酸 巴拉巴拉一堆 然后这是另一品牌的这个味鲜酱油 这个是我经常喜欢买的 水 飞转金银大豆 食用盐 小麦粉 味精 果葱糖浆 白砂糖 焦糖色 橙味 核甘酸二钠 山梨酸钾 安塞蜜 三绿 蔗糖 甘草酸三钾 再这个是个什么鲜味生抽 也是跟刚才那些差不多 一大堆 这个也是 这个就不再比数了 然后有几个比较好的 就是这个芝麻 芝麻香油 芝麻香油的一个配料表 特别简单 配料就是芝麻油 原料就是芝麻 然后还有一个某品牌的老陈醋 这个是五年成酿 这个配料表是生活饮用水 高粱 大麦 豌豆 麸皮 骨肛和食用盐 估计是一分浅一分过 因为它价格也很贵 然后它有经常用的白醋 水 食用酒精 大米 食用盐和果然酸钠 就这几样 自从看了东北绝命毒师 心急飞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终于明白了 他视频里经常用一句 哎呀 放一点点 否则头发掉光光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这个头发 日渐稀疏的发量 一点不发症 朋友们现在就已经这样了 以前有这二倍吧 这些年我为了我这个头发呀 真的是绞尽保持 比如说霸蓝防吐 比如说陈醋泡黑豆 必须的是五年或者十年的陈醋 然后泡那个绿心的东北那种黑豆 吃这个 虽然不能增加发料 但是能控制长白头发 如果说朋友们感兴趣 对这个方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啊 确实好用 亲眼所见 我那时候还从日本海淘 或者是从英国海淘 那个蜡湿洗发灶 蜡湿有一块 那个小红帽 就那个小红帽 在那边制防脱的 那个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费劲啊 又海淘 又找转印公司才买到 然后每次买个十块八块的 能用好几年 但是也阻止不了我掉头发的节奏 正如看了这些视频 我有点释然了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的头发花花掉了 我还吃了一种药 叫光安酸 就死马当活马一般 但是到现在为止 每次也阻止不了 我掉头发的速度 哎 没准过个十年八年 我就也涂了 也得带假发了 我今天就到这儿看一下 我经常用的这些火锅底料啊 什么就这些辣的 这些品牌我都贴上了啊 不针对任何品牌 还有什么面条料 这个煮面可好吃 还愿意吃辣的 就什么麻辣烫啊 毛血味啊 麻辣火锅 就再加这加上 加一袋 这不是做的一个简单吗 我真是啊 仔细看了一下 平时就看一丝 往锅里一放 一煮 一锅出了 完事了 真是特别惊讶的 是个啥呢 是 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 大家看一下 一点不夸张了吗 就这 看看这 有多少 多少天价金 妈妈呀 我真的是触目惊心呢 就简单念一下啊 食用牛油 植物油 红油 豆瓣酱 纯酿酱 蚕豆酱 这些都是好的啊 牛肉糕调味料 磷酸汁 果胺酸辣 食用香料 什么磷酸二辣 鸡肉糕调味料 鸡肉粉调味料 辣椒油树汁 辣椒红 成味和干酸二辣 山梨酸甲 哎妈呀 巴拉巴拉 我就不全家了 我就 闹瓜子猛猛的呀 这是我经常吃的呀 对 我的一个亲属不是在澳洲吗 我就问他 我说你在澳洲那边 是在哪买的酱油 他说在华人超市 然后我说 你给我拍你的酱油 来 大家看一下 也是某品牌的啊 这个酱油是 6.5到30多块钱吧 合人民币 没有添加剂 也是中国制造 这个配料表有 水 大豆 盐 糖 小麦粉 含大豆 小麦和肤脂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我就欠欠的 去搜索了一下 有机酱油 你打上这四个字以后 然后会出现很多有机酱油 都是零添加 没有盐 没有糖 没有各种添加剂 但是价格呢 你看 29块9 某品牌的有机酱油啊 102 两瓶 两瓶是500毫升的两瓶啊 有机认证 就是这个价格 真是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 就搜一搜都是 至少30块钱以上一瓶吧 其实每个人都想吃这种没有添加剂的这个食品或者调料 可是我们承受不来啊 就是十几年前吧 我有一个客户 我这个客户呢 就是做这个食品工厂的 当时是做红厂 然后后期呢 他就改做添加剂的这个商店了 然后经常我有的时候就上他店里去看一下 然后有一次去他店里我真的看完了以后我出来以后感触颇深的 就是那个店里的货架上都是这种大吐 白色什么鸭肉香 鸡肉香 烤串香 什么麻辣鱼香 就类似这种啊 就是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当年十几年前我就想 说哎呀买这些东西的是不是都是开饭店的呀 开了饭店 哎呀以后能不能上饭店吃饭了 当然就是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 谁还呢 就是因为这些添加剂不上饭店吃饭了 因为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 你用添加剂 但是用量是有标准的 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某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路边摊呢 嗯都会或多或少的用到添加剂 如果说一点不用的那不现实 就哪个一碗麻辣烫面条啊辣椒油啊这里都会有添加剂 但是说这个量是无法掌控的 你就像食盐一样食盐每天咱们正常健康的量是每天五可 但是说有的很多人就是容易超标 就咱做饭觉得不咸那就多放点是不是 但是就那五可六可就特别少一点点 我做饭我知道 那有的时候你饭很多它都不咸 那你要一天三顿饭的话那肯定超边 尤其是我们东北新脑血管疾病高发 就是因为吃盐摄入量太高了 但是你说这个添加剂呢 在咱们生活中很多都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你出去吃还是不出去吃 就是这些 我们身边无时无刻所有的东西 没有没有添加剂的 除非你花重金蛮有机的 其实也挺无奈的 我真心想保住我的头发 无能为力啊 人家都说日本的老人长寿都能活到90多岁啊 但是因为他们饮食健康 可能这个食品标准也很高 就是吃一些特别清淡的食品 就像我们这种重口味 就是现场的调料 快往里一倒 就是特别好吃 你不是防的是 是无法避免 反正今天我做这个视频就是说一下 咱们也不能因噎费食 从那些视频里也能看出来 很多食物啊 如果不用添加剂 那味道确实是不好 用了添加剂以后省食省力 省时间 味还好 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 从现在开始也应该重新认识一下 这个食品健康的问题 是不是 能用有机的就用有机的 虽然贵一点 但少吃点 现在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这些了 你说是吗 但是也希望那些餐饮的商家 就是能尽量少用就少用 你如果非用不可 但是你应该减量 千万不要超标 如果要超标的话 当然没有一个鉴定的标准 你不要只追求味道 今天这个视频吧 我就是随意的说一说啊 就是虽然也不能改变什么 至少我自己了解了 所用的这些调料里面都有什么 以后大家买调料 买食品的时候也擦亮眼睛 看好配料表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这种事添加剂这个事 不会有结论 我们也得不到什么最终的结论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 就是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搜一下 有两位东北绝命毒师的视频 然后大家都会惊掉了下巴 好吧 又到点我去抠嗓子了 哎呀 抠嗓子是每天必须的形成的 最近我就不吃火锅了 我就不吃麻辣烫了 我这些都气了 我要改变我的饮食方式 可是我就会越来越瘦了 拜拜吧 朋友们 抠嗓子 走起 我去给你了 我去给你了